这是我画的所有港九大队的行军路线图 以及他们经常驻扎的部分村落图 有了这个 消灭港九大队 指日可待 将军 那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依我们现在宪兵队的兵力 是不够围剿港九大队的 你一会儿去联系击鼓连届将军 请求他派兵 在关键的时候支援我们 到时候让他们调动全香岛的兵力 配合我们新兵队 一举拿下港九大队 全听将军安排 最近你手下很忙 辛苦了 让他们休息两天 是 养精续锐 等待行动 是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启点赞 启点赞 打赏 启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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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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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好做 他一个人很不容易 将军阁下 我都把无线方向探知器放在手上 如果有这些 敌无电就已经随着了 新的信号受信器都同一 不关于天空 将军阁下的支援 素晴 这位将军队的隐蔽先生 你们有关于你 我会保留一下 必须随着的敌人的无电 嗯 如果有什么言计刑 我会保留一下 你会保留一下 是 你们两人都会 睡得高了 睡眠 好 新的隣さん 冷藏 这也是 这是成品了 这是我们仓库管理员小王 池老板 怎么样 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吗 习惯 特别好 行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直接长老位 谢谢池老板 池先生 江兄 关下 实在抱歉 恰巧我们新的电讯科 今天在你们隔壁 也正式开始工作 所以没有来参加你的开工仪式 请多多包涵 没关系 我们新的电讯科 跟你们场座邻居不好吗 左腾将军严重了 池某人怎么会不高兴呢 我只是有点好奇吧 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我们新的电讯科有工作 必须要搬出军政厅 你们的工厂也要搬 习惯 就放在一起吧 我方便 大家都方便 是吧 左腾将军真是有心了啊 那这样 那日后就麻烦二位多多关照 请多关照 将军特侠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你干什么去了 今天可是池先生 背负场开业的大喜日子啊 集固连届将军已经答应配合我 马上派人进行突袭 请将军阁下放心 龚本军已经很久没有带兵打仗了吧 这共产党的游击队可不好对付啊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不就区区几个渔民吗 你能不能管好你自己的事 你们两个怎么一见面就瞅 好了好了好了 齿先生 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你的工厂 没问题啊 请 嗯 到底什么东西啊 神神秘秘的 哇 怎么样 不错吧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啊 黑市 那你放在这儿 你就不怕被人发现啊 这怕什么呀 这是我家啊 我知道什么地方安全 什么地方不安全 不像是背负场 人生地不熟的 来 快吃吧 晚上八点之前我还得赶回去呢 薛萍 咱俩好久都没喝酒了 今天陪我喝一杯怎么样 好吧 就陪你喝一杯 来 少爷 通知老刘他们赶紧撤退 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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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给我 看 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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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而且我们还要保护好日军内部的那个通知 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错 明白 公本军 二玉山的行动 我们在备扶场故意透了给他们 看来还是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的 这也证明了你此前的怀疑 背负场里有工党分子 是确实存在的 一定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管 绝不能掉以轻心 那我们在什么时候 可以进行围剿 请将军阁下示下 你现在在二十四小时 监控背负场的同时 在大雨山 所有的可疑地点 设置前夫刘东少 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 一旦时机成熟 就将那里的游击队 斩草除根 是 工本的大雨山行动失败了 还有一件事 昨晚那个电话一直没响 我怀疑出事了 以后我还是去马场找你吧 或者约在外面 最近还是少见面的好 尤其是我家 我觉得不大安全 你怀疑他们可能会监视你 不 我觉得不光是我 而是我们这条线出现了问题 所以昨天这个电话一直没响 是在提醒我们出事了 我也不知道工本 会采取什么其他的措施 他现在忙着港九的事情 顾不上我 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一定不会这么轻易地 放下对我的关注 所以 我担心他会使别的手段 电讯客现在就在驰骋工厂的对面 联系你的电话突然停止了 你不觉得这之间 有什么微妙的联系吗 你是说 他就跟我们联系的同志 现在就在被俘场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不然日本人也不会 这么平白无故地 就对驰骋的工厂 做出这么大的关注 我觉得 他们一定怀疑工厂有问题 或者 怀疑工厂里的人有问题 你还是觉得 驰骋有可能是共产党 现在还不能轻易地下结论 但有一种可能性 他保护的人里面 有共产党 可这是个假命题啊 现在我们要当作 真命题来对待了 如果驰骋是共产党 电话停止了 电台禁锁 他们一直联系不上我们 如果他们一直选择 沉默下去的话 那对面的电讯客 一定会牵测出 一个熟悉的信号消失了 佐藤一定会端定 共产党就在背负场里面 那背负场里所有人 都会受到亲历 没错 所以啊 我们现在必须 尽快地转移 日本人的视线 无论这个背负场里面 有没有共产党 都不能让这个假命题 成立了 可是这么大一个背负场 怎么转移视线 总不能把对面的电讯客 炸了吧 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事情 不都是没这么简单吗 难才能考验 你的专业技能啊 你不是一向喜欢 天儿的难度吗 你呀 你不就在电讯客吗 只要你监测出来 背负场之外 有电波活动 那么就可以向左腾证明 共产党仍然在逍遥法外 我在的时候敌台发雪 我不在的时候又没有了 怎么可能啊 不如来点儿刺激的 不如来点儿刺激的 不要来点儿 不要来点儿刺激的 不能也不要来点儿刺激的 别人 在这个小区下 我一定会不会 承真是在你 你对了 给予你 这就吴体虎 是 反正 不只是 你在这儿忙了一晚上 你这么早就来了 你总说让我好好休息 结果自己却做不到 我不累 那也不行啊 你现在赶紧回去休息 听我的 好 我一会儿就回去 可以吗 黄泽泉少佐 这船已经故障了 新型机器的机器 没有故障了 太耽误时间了 不如就交给我吧 你有办法 黑社上有一款 老德国机器的二机管 改装一下 应该可以应急的 虽然不是原装的 但能撑一段时间 太好了 我差点忘了 你是这方面高手 这下我就不用担心机器坏了 那以后你就做我的专属维修员吧 你真是滥有职权了 好 这里面是电讯科的电台 我换了他们一个零件 这几天 发报机都会在我这里维修 我可以用这种方式 一直保持我没有一台电台可用 真有你的 提供设备的活我干了 发报的事就交给你了 来 这里是赛港 所有军用电台所在区域的频段 一定要避开这些频段 才能成功营造出一个敌台的存在 还有 发报的地点 一定要分散区域 尽量离被俘场远一点 提前规划好车退的路线 注意安全 知道了 真啰嗦 还有 发报的内容一定要加密 但不能全是乱码 要有具体的内容 加密的事不用我帮你了吧 淳子可是个高手 如果这件事做得不够逼真的话 你可骗不了他 叶少佐 我这个半途书童呢 虽不如你 但是起码比淳子要好一些吧 这件事事关重大 你就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的 电台最多在我手里 只能待三点 三天后的晚上八点 来这里把电台还给我 走了 这几天我重新整理了一下 您来到香岛之后的行动报告 我发现 每一次我们遇到阻碍的时候 都有迟程的身影 所以我觉得 他一定别有用心 很有道理 不过龚本郡有时候有问题 不一定是坏事 就像现在 我们跟他们斗智斗勇 不是很有意思吗 不过龚本郡有时候有问题 不一定是坏事 不一定是坏事 就像现在 我们跟他们斗智斗勇 不是很有意思吗 不过龚本郡有时候 我看到警察 那么有没有意见 或者两个星期 都会等到 这些转发 好 我们就有点 一个脉球 的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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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麼會變得了? 暗号化文書 沒有暗号書 解読不可能 看看 親自視力тер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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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了 像这样的密码 暂时攻克不了 也是正常的 我觉得你还是交给其他人吧 我们就专心地 监测这个电台的位置 是他 又出现了 你认得他 当然认得 在你来香岛之前 这个电台就跟你之前监测的 那个电台之间 有过交替的活动 现在他又活动了 而且我之前 截获过他们的情报 我可以确定 他们属于同一个阵营的 那他现在在什么位置 这和我们今天监测到的 三个位置都不一样 这说明他是一个 狡猾的敌人 等我们摸清了他的规律 就让行动队 先去实行抓捕 这是我们新发现的 电台地址 希望你尽快派人协助 保证完成任务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但是因为你老板 我行了 我一定要 吗 我感觉 我变得 我 我也有 我 对 你 我一向听说 宫本君是行动处 最厉害的人物 可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我们给出这么多 准确的发报地址 可这么多天过去了 你们却连一个嫌疑人 都没抓住 不过是浪德虚名罢了 淳子 你听我解释 冲哥 我们都累这么久了 也该让他们忙了 陪我出去吃点东西吧 这个新来的女少佐 实在是太恐怖了 偏书这些机器 可以检测到 那些发报的地址 太折磨人了 棉本小佐 新的地址 你看 又来了 行了 别说了 找到人才剩下了 电话断了 是的 从上周五开始 突然断了 是不是 他们发现了什么 我不知道 至少池城表面上看起来 只是在经营备赴城 而唐峰 他只是帮靳香管理新盒会 偶尔往备赴场跑一跑 至于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 但他跟我说 日本人把电讯科 放在了备赴场对面 这么说 日本人已经怀疑 备赴场有抗日分子 电话断了 会不会跟此事有关呢 既然电话已经断了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那得问你自己啊 宣萍 你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而不是什么事情都来问我 你应该怎么做 你去哪里去哪里去 去修理 修理 在幼少佐的部门 修理是由少佐担当的 明白了 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有 开窍了吗 叶冲坚守自盗 利用电讯客的电报台 在迷惑我们 确实聪明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回来之后 有没有出任务的通知 有 那叶冲的办公室里 除了刚才正在维修的电台 应该还有另外一台 走 去看看 我回来之后 3 4 5 5 6 6 11 12 11 12 你这进门 不敲门的习惯 特别不好 叶少祖 最近电讯课发报机的 维修率有点高 我听说都是你亲自在维修 对吗 但据我了解 今天晚上你的办公室 应该有两台发报机 另外一台呢 叶冲 你这咖啡 公本少祖来了 喝咖啡吗 另外一台在哪儿 桌子就这么大 要一步一步地修吧 来我这儿撒什么野啊 叶少祖 在电讯课真的是受欢迎啊 如日中天春风得意 不过我提醒你一句 不是你每次都幸运能够躲过我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如果我的如日中天 都是完全靠运气的话 那岂不是显得兢兢业业的 这宫本军更加可悲了 我奉劝你一句 过分自信不是一件好事 大家不都为了工作吗 我再给你冲预备去 不用 公本一定察觉了 等今天送来的这部电台 到时间之后 这件事必须停止 那他们对备复场的怀疑 有没有打消 整个军政厅 都已经被纯字找到的电台 调动得人压麻烦了 我想应该起到效果了 不过据我了解 公本的行动队 派去大禹队 大禹队的人 根本就没有撤回来 不但如此 还增添了很多人手 你是说 他们还会搞二次行动 公本根本就不是 会善罢根绣的性格 一定会有新的行动的 我们必须马上通知 大禹队的同志们 那个地方不能再待了 可是电报 电话都不能用 怎么通知 只能再想其他办法了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能跟公本先生这样 面对面地直接交流 真是太好了 公本先生 你觉得呢 同感 他对面对面 我会给你 那些公园 他不许多人 你拿着 他不许多人 你还要给你 你不许多人 你只能给你 你还要给你 他不许多人 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 港九 表面上是撤离了立岛 实际上还在大月山